温暖细腻的歌声 围着现场观众的心灵 来自的那乡的赛德克青年Daymu 很早就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工作 而在往返部落与城市的过程中 渐渐提升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 开始学习自己的文化语言 希望更认识自己从何而来 也将自己的生命经验 借由歌曲轻轻的诉说一唱 这中间有一些过程会有一些感触 就比如说像是填掉我阿公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到关于他在山里面的很多故事 去回忆起来以前发生的事情 我心里面就在想说 我要写几首歌写给我的家人们 写给我的家乡 Daymu除了是一名创作歌手 也是一位专业剧场工作者 在新发行的足语专辑中 细腻展现出对于部落家乡的思念 也期盼唤起族人无论是创作也好 表演也好都需坚守传承族群文化的工作 我相信在我们赛德克族语的创作部分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 语言不能消失 那我们年轻人就是透过我们现在 大家可能比较习惯听的音乐曲风 或是表达的方式去诠释我们对部落的认识 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听了这首歌我很喜欢 但我不懂赛德克语在说什么 我可以去查 我可以去问 因为这样而多认识几个赛德克族语 或者是去学赛德克语 我就觉得很棒 透过族语专辑 DEMO希望将赛德克的文化 介绍给更多人认识 也期待自己在音乐中所投入的真挚情感 能让每一位听众 甚至同事离乡背景的人们 感受到满满温暖一起努力 原始新闻昏地南投菩地层公报导